由北京数字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和和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乐影片有限公司 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联合出品 徐晓璐指导 汤唯 吴秀波主演的浪漫爱情喜剧 北京遇上西雅图 上演后一路高歌猛进 即三月底突破二亿票房大关 成为三月党最高票房的华语片之后 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 就以单日票房超过三千万的数字 突破三亿 再次掀起票房热潮 截至小长假第二天 票房已经突破三点五亿元 成为非赫岁档里 票房最高的国产浪漫爱情电影 有望在清明长假后突破四亿 直指《非诚勿扰2》 最高华语爱情片票房记录 送给你 小长 这个世界尽量地让自己保持愉悦 对你肚子里还有一个好处 我是她的女朋友你好 我叫安妮 你知道西娅说叶维棉里的安妮吗 我叫你肚子里的安妮 我叫你肚子里的安妮 我叫你肚子里的安妮